第29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排舞比赛日前热闹即行 今年一共有16支队伍参加比赛 而最后则是由7UP抱走了冠军 第29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排舞比赛 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热闹登场 由于在湾区当地已经有至少3000人练习排舞 因此今年一共有16支队伍参与比赛 参赛者多达90人 更有不少贵宾亲自运会 包括驻旧新山办事处处长傅正刚 京山湾区乔教中心副主任苏尚杰 乔务委员陈松 沈慧前华运会主委宋真 湾区国庆升旗主委何台光等人 至于裁判的阵容也相当坚强 包括傅正刚处长夫人林琼云 复联会总干事怡荣 以及吴大卫 易天洪高梅芳 与鲁瑞婷四位舞蹈老师 排舞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不论场所地点 然后年龄老少 都是可以 然后我们林慧香 调务委员 我们的创办人 能够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在湾区有三千人来参加我们的排舞 那我相信未来一定有更多人来参加 然后也希望我们排舞在我们的怀孕会呢 以后年年都会有比赛 第一支参赛队伍是黑猫队 所有成员身穿黑色服装 以动感有节奏的舞步 让评审与观众眼睛为之一亮 紧接着是one direction 队 康赫奇音中心队 至于唯一的男生队伍 酷酷武士队 穿着亮丽长袖衫 佩戴墨镜 以想让的口号 整齐的动作 以及创新舞步 炒热现场气氛 全场参赛者与观众尖叫声不断 华运会排舞比赛评分标准分三大类 舞蹈方面占40% 包括舞蹈基础 整齐度 技术 表演形态 舞马方面占30% 包含舞马选择 难以程度 编排 服装造型方面占30% 包括整齐度 主题配合 团队精神 以及整体表现 经过激烈竞争之后 由7UP 夺得冠军 亚军则是 酷酷武士队 同学是黄本初 美国圣河西 采访不到